中国端午经济活力四射 人潮涌动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了 大家好 这里是银湖一家观天下 最近这几天是龙舟端午节小长假 中国全国上下人潮汹涌 各地旅游景点人生鼎沸 热热闹闹的 真是让人兴奋不已 这次我就来和大家一起盘点盘点这个龙舟端午节假期的旅游盛况 首先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龙舟端午节假期全国有高达1.1亿人次的国内游客出游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6.3% 龙舟端午节假期全国游客们在路上狂花了403.5亿元 同比也增长了8.1%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假期出游可是相当热衷了 而且各地政府和商家们也是颇费心思 纷纷推出了不少新奇有趣的旅游景点和主题活动 在湖北齐春有漫山遍野的艾草田 游客们可以走进去采摘新鲜的艾草 做成香囊佩戴品味浓郁的艾香气息 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气氛 不少游客也很喜欢亲近大自然 向去山野徒步践行到草原撒野放松身心 享受一场呼吸之旅 在浙江宁波当地政府针对这股热潮 大兴土木打造了完善的城市慢行系统 方便民众假期可以尽情骑乘自行车观光游玩 有意思的是随着骑行热的升温 商家卖自行车和相关装备的生意也是红红火火 有些甚至占了门店营业额的三分之一 可见绿色出行的风气越来越盛行了 除了白天出游 晚上也绝对是好好炒玩的时候 像在山东济南 有不少老街商圈夜间都推出了应景的端午主题活动 各式小商贩小吃摆摊营业 让游客吃喝玩乐一战是全包办 合肥市卢阳区还发放了210万元的消费券 刺激家电家居等行业的消费 游客们购物好不畅快啊 总的来说 今年龙州端午节假期的旅游消费市场 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心意浓浓 活力四射 到处都是人潮汹涌 各种富有创意的中国龙州端午节 传统节庆活动精彩分成 不禁令人感叹中国的大好河山 越走越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魅力民族珍贵 今后只要节假日经常这样办 相信一定能给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让全中国繁荣昌盛 人民安康 让中国发展越来越好 大家下次有机会 也一定要体验一把这样热热闹闹 欢欢喜喜的节日气氛 感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韵味 好了 这里是银湖一家观天下 祝大家旅途平安 下期见 下期见